明天就是六四三十週年 三十年前的今天 其實大家在做什麼 我想每個人都記得很清楚 一般香港人會一直聽著心機看著電視 幾乎每一個畫面 每一個聲音都不會錯過 會一直留意著這個媒體 對於六四的報導 到了凌晨的時候 那場血聲的鎮壓 大家仍是溺溺在目 三十年過去 對於我們這一輩 曾經親歷過六四的人來說 不管你當時在香港 在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 都沒有辦法忘記這段日子 自己的心情 那種悲痛的情緒 永遠不會遺忘 不是很想記得 但是絕對不想完全忘記他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心情 但是發展到今天 你會看到 越來越多荒謬 怪誕的言論出來 對於六四這件事 譬如有時候會在我的頻道留言 一些觀眾聽眾 我當他是五毛也好 不是五毛也好 越來越多人去講 有關六四的一些 很奇怪的言論 你看到也是隨著這個時間的流勢 去駁別人的記憶模糊 於是將很多歪理 或者歪曲的事實拿出來說 譬如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一直爭論一個很技術的問題 六四在天安門 根本沒有死一個人 你看看六四的絕食 四君子周陀的言論 就說他跟解放軍講解數 於是令學生和平撤出 所以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 你說六四天安門的大屠殺 其實這跟事實不符 於是就否認了整件六四的存在 我覺得這樣的言論很荒謬可笑 因為六四沒有死過的人 他不敢面對 正如當年袁木 即是《大話精》所說 六四只殺了23個學生 23個學生死了 所以天安門也沒有死過一個人 但是親力過的人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到 在長安間這個木衰地 去到醫院的太平間 即是停屍的地方 看到根本位置都不夠 把學生的屍體 把市民的屍體在那裡 堆積如山 你告訴我 只有23個學生死亡 只是跟我爭論有沒有 天安門有沒有死人 其實對於六四這件事 完全是不重要的 用這件事來做什麼 用這個技術性的問題來做什麼 這是第一 第二 另一個說法 其實是二十幾三十年前 已經開始有人說 學生不是手無鑽鐵 學生是有打死軍隊在先 軍隊只是自衛 用還擊的方法去對付這群暴徒 你聽完之後也是荒謬可笑 甚至有些說法就是 學生有槍 所以那些狡猾軍 必必用槍去對付他們 大家就要問 學生的槍在哪裡 軍隊派給他們 還是偶然有些學生 有些激動的市民 真的搶了狡猾軍的槍 真的可能會做出類似的情況 是有的 因為你軍隊派進來 去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 你猜不會有些衝動的市民和學生 用自己的方法去保護自己 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還擊嗎 一定是有的 但是是否能夠合理化到 你殺數以千計 甚至更多的平民百姓學生 用真槍實彈 甚至有人說 在體內爆炸的大武彈 去對付這個學生 是否能夠合理化 這些說出來 是被人笑的 是被人覺得完全違反常識 這種合理化 軍隊屠殺人民的行為 這種言論 我認為是被軍隊開槍 還要冷血 大家會看到 所以六四一路發展下來 中共的態度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把 四二六社論 大家記得 定為反革命暴亂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一路發展的時候 把六四 連反革命暴亂都不說 九二年鄧小明南巡之後 將它淡化成為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 你會覺得挺可笑的 不過以宣傳現在的共產黨 都明白 北爭論 不要爭論 將它變成政治風波 長時間不爭論 改革開放會繼續 南巡之後鄧小明定性 到今天三十年 似乎中國官方毫不忌諱 毫不忌諱 對外毫不忌諱 將這場風波 和中國今天的成就 連結起來 最典型的說法 就是國防部長魏鳳禾 這位強硬鷹派 在新加坡居然 鄉格里拉的對話 又叫做亞洲安全論壇 與會有幾十個國家的政要和專家 有軍方等等的人 他向台灣放狠話 就說 誰將台灣分裂出去 就要不惜一戰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但是無可避免地有人問他 有關於六四的立場 魏鳳禾的回應是這樣的 他說 30年的時間 1989年的動亂 30年了 大家都很關心30年了 30年的時間證明了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又問與會者 難道說六四我們處理不對嗎 他自問自答 這件事得出的結論就是 政府在阻止動亂方面 發揮關鍵作用 有人說 張六四的定性說法 是很罕有的說法 將金天忠的成就 與六四的鎮壓 扣上關係 我覺得一點都不罕有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開始說 不過 沒有他在國際會議上 在論壇上 赤裸裸去說 他亦這樣說 六四是一個政治動亂 中央採取果斷措施 平息動亂 是正確的方向 就是這樣 才能夠保持我們國內的穩定 你去中國看看 你就可以理解 外媒說 國防部長魏鳳和表態 是一個罕見的提法 但對我來說 一點都不罕見 因為是逐漸形成的 現在開始也越來越多人說 他的邏輯是甚麼呢 他的邏輯就是 如果不是當年 用血腥鎮壓的方式 我不知道殺了多少人 有說是一二千人 有說是更多 或者是一二萬人 有說 我不知道 具體 無論你是一二十個 一二百個 一二千個 一二萬個 用自己的軍隊 去對付自己手無寸跌的人民 是絕對不能放過 不能原諒的 一定要追究到底 不過當年的說法 一直都不敢提 這次不敢赤裸裏承認 有一場血腥鎮壓 不敢赤裏裏承認 只不過是 將它淡化成為 春夏之交 八九年春夏之間的那場 政治風波就算了 但是今天 不知道是不是覺得自己 抵氣足 就赤裏裏承認 邏輯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當年 中央採取那段措施 將反革命的暴亂 用武力鎮壓的方式 血腥鎮壓方式 將它平息下來 中國就不會得到今天這個成就 整個邏輯就是這樣跳 我聽過不少 有一個說法 就好 你看看 中國人民現在富起來 立在強國之林 我們的經濟總和在世界排行第二 全靠當年鄧小平採取那段措施 他將一班反革命的學生制壓下來 將這班反革命的市民制壓下來 否則今天 草都不能吃 這種說法 對於今天既得利益的中國人來說 會受的 很多人會受的 對 這班人死了 與我無關 你看我今天多好 是吧 帶勞力士 是吧 國防部長魏鳳和這番話 是直接了當地 赤裸裸承認 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 是建立在當年的血腥鎮壓 建立在北京的市民 或者全國的市民 或者學生的血拍當中 跟當年的說法很相似 當年的強硬派 他的說法就是 殺一批 慣一批 趕一批 換來中國三十年來的穩定 鄧小平把當年的決定到今天 其實他就說看到成果 所以說鄧小平高尖遠足就是這裡 我想香港有很多五毛都同意 很多五毛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讓當年的學生執政 中國會變成怎樣 肯定四分五裂 當年學生的要求是什麼呢 當年學生的要求是 反觀倒 反貪腐 希望中國可以得到真正的民主 和自由 放鬆管制 他說要執政嗎 不過中國共產黨對於 反貪腐 反觀倒等的要求 等於挑戰他的權威 等於取而代之 於是就用無情鎮壓的方法 不過如果將自己的政權的合法性 政權的穩定 和經濟的發展 基礎建立在學生和市民 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手無寸鐵的市民的 血拍當中 這個政權是很脆弱的 是毫無合法性所言 這個殺人的政權哪有合法性所言 對吧 你怎麼能夠管治下去呢 你的管治基礎是來自 這些學生 這些市民 無辜生命的犧牲 你哪有管治合法性 第二 講到這些所謂的論據的人 大家可不可以此生此死地去想想 如果死的 不是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父親的子女 是你的子女 那怎麼辦呢 為什麼要這群人犧牲 換取中國這個穩定呢 所謂 為什麼不是你的子女犧牲 而換取中國的穩定呢 反貪污 反觀賭 三十年前的學生 喊得 響似整個北京城 我想問 今天的貪污 比當年 是少了 還是多了呢 是輕了 還是嚴重了呢 大家都明白 今天 當年為什麼會 中國共產黨對這群學生 用這麼殘酷的手段去對付呢 因為他們正正講到 他們的管治最大的要害 就是這群既得利益的人 藉著他們的權勢 無法無天 為所欲為 喜歡貪多少就是貪多少 但是今天的情況 比三十年前 嚴重 我也不知道多少萬倍 你說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 是 有很多人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是真的得到那個效果 但是那種 貧者越貧 富者越富 專門走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情況 那些低端人口 被人用盡任何方法 生活相當艱難的情況下 都要被人趕走 三十年前的情況 比今天 是不是三十年前好很多呢 今天是不是越來越嚴重呢 剛才的說法就是 把一批人鎮壓下去 把一批人殺了 換取今天 這個舉世觸目的成就 這個說法其實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說法 沒有任何公義 沒有任何公平 沒有任何正義 沒有任何人道關懷的說法 不過可怕的地方就是 很多中國人 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五毛 都是接受這個說法 因為死的不是你的子女 死的是別人的子女 殺了別人的子女 來換取你的既得利益 我想一般的野獸 一般的動物都未必會做 不過人類就會做 尤其是中國人才會做 中國人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為 毫無公義可言 你的既得利益 建立在別人的死亡之中 你會覺得安樂嗎 我想問 你會覺得這樣的做法 是公平正義嗎 你會不會五夜夢迴 會發覺原來我賺回來的錢 我住的大屋 我駕駛的靚車 原來是充滿了血腥的 雖然不是直接 如果大家同意這個說法 三十年前數以千計的人 手無寸的人被軍隊打死 然後今天 你就可以換來這麼多成就 你的成就 你的錢 你的財富累積 不是建立在這群枉死亡之上 你會覺得安樂嗎 不僅如此 在這三十年裡 特別在近十年 這群死者下來的爛屬 例如有些是父母 甚至是兄弟姊妹 連公開悼念自己的子女 死去的子女 又或者在清明節 在六四這段期間 想做一些儀式 去拜祭他們的亡靈 的機會 不是沒有 在全天候嚴密地監視的情況下 然後才能夠做得到 不僅如此 逢有任何敏感時刻 他就會被公安約談 被旅遊 消失在西文界的視線之外 不僅如此 在整個過程裡 甚至連親戚朋友 你都不敢將自己的遭遇 告訴別人 這三十年來 是被迫過著一種忍氣吞聲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禁忌 死了一個兒子 死了一個女兒 不敢為他們呼冤 不敢為他們立喊 因為為他們呼冤 為他們立喊 換來是更加嚴重的迫害 這三十年來 如果中國的繁榮 中國的穩定 中國的富強 是建立在三十年前 這一群亡靈 的基礎之上 三十年來 這一群亡靈 行傳下來的人 的迫害之上 你會覺得安樂嗎 你洗的每一毫子 每一分錢 每一張人民幣 咬開都會有血 你會覺得安樂嗎 我不明白 中國人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民族 越來越多人都相信這件事 就是三十年前那場鎮壓 以前都不敢說 不敢說得這麼赤裸裸的 今天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官方說得很清楚 三十年前那場鎮壓 是今天中國富強的基礎 你敢在外面 國際場合說這種話 都算上了一層樓 中國這個宣傳的技巧 都算上了一層樓 不過我看到一些媒體的報導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凰的這番說話 提到六四這番說話 沒有在內地的媒體報導 沒有在內地媒體報導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魏鳳凰 這番說話說得不對 是錯的 政治上不正確 不是官方的口徑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六四這兩個字 又或者 麗鳳凰說的這段歷史事實 無論他要求平反六四 異見人士的聲音也好 還是官方的口徑 是不可以讓中國人 讓中國媒體公開再說一次 他怕引起不同的議論或聯想 總之 無論如何 六四要在中國人民的視線以外 全部消失 所以你問今天 年輕人知不知道六四是甚麼 你問高中生知不知道六四是甚麼 問大學生知不知道六四是甚麼 如果他沒有翻牆的話 他是一無所知 他覺得這件事是完全 在他們的想像之外 所以特別難得的地方是香港 當然現在有些媒體 去訪問一些初中生 本地的初中生 你在網上也看到 也挺可笑的 找六四當時的圖片給他 譬如說 坦克人 譬如天安門的學生在示威 那些初中生看完之後 都是不明所以的 因為如果學校沒有教 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他們搞錯了 就以為那是五四 當然被人笑到面亡 因為五四的時候 沒有這些坦克 一百年前 五四的時候 天安門不會掛摩洞 這成為本地學生 一個資訊 這麼發達的社會 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有資訊那麼多 你上網隨時都找到 在這種情況下 你也是這麼無知 我覺得是可悲 也很可笑 不過難得的地方就是 香港有很多場 臨近六四三十的時候 有很多場的社區活動 民間活動 論壇 演講 議會者跟我說 很多內地的人 內地的年輕人 知道這件事之後 特地在廣州 在深圳 乘車下來 去參加這些會議 參加一些論壇 出席這些論壇 出席這些會議 並在會上 很積極地發言 從他發言的內容 知道他對六四 不是完全不了解的 也理解得很深刻的 換句話來說 在全部封鎖的情況下 他們都很努力地 用翻牆的方法 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除了要求 不要拍他們的樣子之外 他們都很勇敢 在會場上面發言 香港其實是繼續 發揮這個作用 除了在論壇 他們會有出席之外 六四幾年本 也有很多內地的人 專門來看 明晚的祝光晚會 據我每年的觀察 有很多大陸的同胞 都在現場 默默地 流著他們的眼淚 香港繼續發揮這個作用 繼續在做這個角色 只要香港繼續 在仍然有丁點自由的情況下 它仍然發揮這個作用的時候 我認為六四的真相 在中國大陸來說 是終有機會大白於天下的一天 所以大家應該好好珍惜 我們還有我們的自由 我們還有我們可以發揮的空間 我們繼續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不要想太多 六四如是 六四三十年的祝光晚會如是 六月九日的遊行 都是如是 如果大家放棄了 我們能夠僅有的空間 僅有的丁點的自由 自我放棄的話 那些東西很快消失 而且一去就會不會 有 我們要緊緊地拿著它 有 我們要堅持下去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堅持下去 我相信奇蹟是會出現的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